回家的路上啊 李大姐说 其实他对回大哥还是挺满意的 觉得大哥的各方面条件都不错 只是啊 不用大哥说 他自己也觉得 两个人的爱好啊 经历啊 都差得有点远 就像是两个世界里的人 要是在一起过日子呀 肯定是不怎么合适 李大姐跟红娘说 要是再介绍啊 就一定帮忙给找一个兴趣 爱好生活习惯都差不多的人 那这么一说呀 红娘还真就想到了一个人 那就是68岁的江明泉江大哥 李大姐呢很节俭 江大哥呢也很会过日子 为了省电呢 他晚上不开灯 借对面楼的灯光照亮 而且一问呢 这俩人住的还特别近 就差一个红绿灯 那他们两个能不能有缘呢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过年好 江明泉68岁 散偶 现居住地长春市 现收入1100元 住房面积40多平米 之前的节目里 江大哥最大的特点就是爱姐姐 为了省电 经常借着隔壁楼的光生活 那上次相机没成 江大哥一点都没气馁 还想让红娘接着帮着找 一会儿我带你去见那个美云香蓝的大姐 你俩见面看看聊一聊 我看我能不能认识他 他老板的市场能看住 是吗 跟江大哥说了李大姐的情况后 江大哥说啊 他们两家离得这么近 没准还能认识呢 那这俩人到底认不认识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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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拖鞋吗 没有 我这屋不用拖鞋 不用拖鞋 不用 这是李淑华大姐 然后江明泉大哥 你好 你俩住得可敬了 你没看过大哥吗 没有 我这家上华会不个家 你看过大姐吗 没看着 没看着 就是跟你一开始说的 有可能认识的 我不一个人 不认识了姐 嗯 那个红玉灯就是 葛苏元这边 对 然后也平常不能走 那这人多 就见面不认识 对 看着大姐第一演员咋样 还习惯 嗯 觉得对大哥的演员咋样 演员瞅着 个头还瞅 瞅着演员得一会儿了解了解吧 看他啥意思吧 虽然俩人住得很近 但还真就没见过 而他们对彼此的第一印象 也都还感觉不错 看来呀这俩人有点门啊 我这是租这房 嗯 嗯 多少钱一月 一月一千 这我租这房都是我家 而是女的我租的 嗯 这个 挺好收拾的 挺好收拾的 嗯 我还没跟你说呢大哥 大姐这屋里边所有的东西 你能看到的 除了这张桌子以外 全是剪的 是 那愣的都比咱们买的都好 现在这东西 那来一家换一叉 来一家换一叉 嗯 都愣 嗯 全部都是人的 省钱就好啊 嗯 省钱就好 会过日 那这样人他指定会过日 大哥也非常节俭了 嗯 就是用灯啥的 就是在家里边 那个晚上的时候 能借对面楼的光 就不打灯 嗯 然后就借着电视的光一看 然后对面楼的光一看 咱也不着打灯 也不穿着 也不眼线的 嗯 对于李大姐能节俭的劲儿 姜大哥还挺欣赏挺佩服的 姜大哥说 过日子就得找这样的 同样节俭的过日子方式 让两个人的好感度又加深了一点 老板得病是 是一共他是十一年了 我次问他十一年 哦 那在走多少年了 今年到这5月 105月份就六年了 嗯 他家里头死七年了 这七年 他是胃癌更长癌 嗯 嗯 大姐是丧偶的这点回不回你 这个行 是不是啊 嗯 那你几个子女 四个 四个啊 嗯 都在这跟前吗 没有我这跟前就一个 他这子女 他这 他这一会儿 你到时候他这事那事 我自己都消停惯了 你给我带点进去找麻烦的事 我能干吗 你比方说找麻烦生日啥事 你儿女在这边那个 他要看孩子 他要看孩子 那不听声